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怎样通过这三个问题 来买到一块漂亮的烧肉 事先声明一下 我真的不像其他知识渊博的博主似 吃过很多很多间的烧腊店 更加不敢说哪间是天花板 哪间是YYDS 不过对于我这个吃了30年烧肉的广州仔 我自己都会做的情况下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跟你说 烧肉你找对部位 远比你找对店更加重要 今天我就来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 分享一下我自己订烧肉的方法 你按着这个方法 我可以保证你在绝大部分的烧腊店 都可以买到一块满意的烧肉 再次说明一下 这条视频不会提及任何一间烧腊店的名字 所以朋友可以放心地看到最后 你好 我想订烧肉 明天几点出猪 明天后天都可以 所谓不时不成 烧肉这家东西 当然越接近出炉的时间就越正 那我12点来 开动就有 12点来 你明天有中猪 广东菜是讲究老鱼乱猪 所以猪就尽量选小 有中猪的时候就选中猪 没有中猪的时候才吃大猪 我们说出来卖的是大猪 大猪来的 大猪来的吧 没办法 那我留两磅前夹 加拿大绝大部分的烧肉 都是整只猪吃烧出来 所以前夹部分 每一天就是这样 丁丝两大块 如果是生意好的 或者是食家多的地方 这两个肉你不适才订定呢 你又不需要自己的 具体前夹为什么这么好吃 或者是它为什么会比后面的腩骨更加受欢迎 等我现场辟集了之后就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的猪头是不是包着烧的 包着石子烧的 我记得好像 因为整只猪是头冲下的吊着烧的 有些店铺由于猪头卖不出价钱 所以师傅没有包着石子 去放着烧 最美的这两把面猪灯肉 会把炒烧一下烧一下 拦 Might ibi 不过如果店铺真的懂得拿石子包着烧 这两把面猪灯肉真的不要走鱼了 我建议开两把面猪灯给你 我一边给你先 可以可以 没问题 一边面猪灯和两磅前夹 两磅前夹 是12点钟 好 好 谢谢你 明天见 再见 Day Two 你好 订了烧肉 来拿 好 吓你 你不用吃了 買回來了 兩盒燒肉 洗了差不多50元 我馬上打開給大家看 剛剛錄完國語版 這一盒是前夾 前夾的層次感不如五花肉 不過它的好處是 它的瘦肉的部分是嫩滑的 而上邊那層肥肉位 除了不漏之外 還有一種硬硬硬的口感 非常之過癮 我不點任何東西試一塊給大家看 嗯 瘦肉的部分是嫩滑沒有渣的 肥肉位連同燒豬皮 是有一種化口的感覺 不過還是說句 今天醃豬的師傅瘦重了 明顯是鹹了 肉的品質真的沒得彈 我多做一塊 再來麵豬燈肉 今天大老闆在這裡 左右兩塊麵豬燈肉都給我 也是因為這樣 兩盒燈肉洗了差不多50元 可以看到 麵豬燈肉就基本上 見不到完整的一塊瘦肉的存在 豬皮以下 你就見到薄一層 似瘦又肥的物體存在 不過就是這層的東西 真的非常好吃 我不客氣 你看 狗狗都薄一層 方法就介紹給大家了 我也擔心這條片出街之後 我自己也訂不到前夾 反正還是那句 我這裡不會說什麼天花板 反正我就把好吃 和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分享給大家 如果朋友喜歡我這種風格 不如給我一個Like 有兩邊 兩邊給你 好嗎 昨天又說不可以開一邊給我 不是 哪個老闆 哪個老闆說是 好 我是真正老闆 打工老闆不同 其他老闆幫他打工 OK 給我 給我 他無經常知道可以剪 對 其實 一個豬頭開了 又不適合 就是 燒出來的時候 全部都是熱的 你這個豬頭開了 就不停滴水 噢 沒那麼好吃 所以 半邊半邊開 OK